威刚科技和台湾运采长期支持 全民运动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 15号上午洗手花莲施工所 举办了全民爱运动活力健身的推广活动 市长魏佳燕除了亲自参与 也和大小朋友一起动起来 期盼有更多人开始运动融入生活日常 健身教练搭配动感歌曲 带领民众做出一整套有效率的减脂全身操 教练还没有热完身 参加的民众各个已经汗流浃背 也消耗了不少热量 威刚科技和台湾运采长期支持全民运动 并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 15号上午跟洗手花莲施工所 举办了全民爱运动活力健身推广活动 吸引不少民众及公所同仁报名参加 市长魏佳燕除了亲自参与 也和大小朋友一起动起来 期盼有更多人开始运动 并且融入生活日常 那也希望说未来台湾能够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能够让全民共襄胜举 我想爱运动的伙伴非常的多 那未来我们是不是能够选更大更好的一个场地 来给推广 来希望广邀我们所有的市民一起来参加 活力健身方式有许多好处 包括比长时间有氧运动多燃烧更多的卡路里 也能够强化心脏功能 刺激新陈代谢 市长魏佳燕也表示 公所未来会持续推广各项运动及体育赛事 希望有更多人参与 一起来提升身体健康 也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 Jesley群华联士报道